他一夜爆红后嫁大八岁老师,离婚后再嫁小鲜肉,可惜再也红不了。 直接说李嘉玲这个名字,可能很多人不知道,但是当年和黄业《聂远》搭档演出的《上错花叫嫁对狼》这部戏你一定看过吧。 当年黄毅可以说是事业的高峰期,把剧中人物形象演绎的《活灵活现》和当时的恋人面缘一起演戏,自然是情深一切,看的人好想谈恋爱。 而作为女儿的杜冰演扮演者李嘉玲因为这部剧也开始爆红,原因是他独特的温婉气质,穿回女装的他实在是美到不知道用什么词形容。 李嘉玲也被称为小李琳,但美貌的他第一段婚姻也是不满的,和大八岁的表演戏老师结婚了,生下一个孩子后就离婚了。 如今的李嘉玲过得很幸福,因为她老公是温暖的闲,里面的朱林璐,颜值自然不必多说,婚后和小李琳在去年夜成功生下一女,现在经超的事业越来越好,李嘉玲也甘愿在家做背后的女人,其实这样平淡的生活很幸福你们说呢?